这里解释α和β就是4x加5x等于2的√ 现在要找回这个是多少 一般记住我们在处理这些quadratic equation的时候 你要把它整理为standard form 所以你要把正义搬到旁边的减2 这个时候我们先可以用α加β 就是负b over a αβ就是c over a 就是负1 over 2 然后我们要考虑这个选择 α加2β乘β加2α αβ加2α2加2β2加2β2加4αβ 我们将like terms固定 抽2就变成2α2加β2加5αβ 留心了 2乘α2加β2 我们可以变成α加β all square 减2αβ 再加5αβ 我们就可以代入法了 α加β就是负5 over 4 ααβ就是负2分1 αβ就是负2分1 再加5成分负2分1 我读基出答案了 那就算到21除8 整条数就完成了